這個情景是否似曾相識呢? 電影《情聖》中, 無信軍曾用假車禍欺騙周星馳, 但想不到這麼爆笑的情景, 竟然會在現實上上映。 台灣近年興起了自製假車禍, 無緣無故衝出馬路給車撞搏賠錢, 而且假車禍的形式還層出不窮, 有些還假得很搞笑, 就像這位坐跑姐一樣。 他無緣無故在台灣高雄市一條馬路坐跑, 然後跳上私家車的引擎蓋, 還躺在車頭上吐大氣, 然後滾到地上。 殊不知司機有裝行車記錄器, 將坐跑姐的行為一鏡到底承低。 坐跑姐的搞笑演技, 哄到網民很開心。 有網民還說像整古人的節目, 還有網民搞笑地引用喜劇《之王》中, 周星馳的對白來教坐跑姐演戲。 還有認真的網民分析, 說如果車真的撞到她, 她就會飛開而不是跌在車頭蓋。 有網民還發現, 坐跑姐的動作是抄韓國的短片, 兩個人的動作差不多一模一樣。 不過, 這麼巧, 被坐跑姐撞的車主原來是警察, 搞到坐跑姐要當場道歉, 還說要賠錢給車主。 坐跑姐說她撞到車上, 不是為了騙錢, 是因為她當時跟女朋友鬧了交, 所以要死給她看。 除了坐跑姐之外, 高雄還有一個跳跳歌, 她一直蹲在馬路旁邊, 當這車慢慢駛到她身邊時, 她突然跳出來自己撞下去, 還嚇到司機爆燥。 網民就認定跳跳歌是想屈錢, 所以特意選一部開得這麼慢的車, 還說車主應該問她拿回維修費。 有網民還說, 一定要走去買回行車記錄器。 除了台南之外, 台北都有個好搞笑的敦地哥, 她無故拿著兩大袋東西在馬路中間蹲下, 但跟車主還有一大段距離, 完全構成不到一宗車禍。 她還被網民爲她太懶, 至少都要像坐跑車般跑幾步, 還說她毫無演技。